她是中法混血超模 靠着参加一档亚洲真人秀 名声雀起 却因为被叫中国女孩而暴走 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人 不是中国人 明明是靠中国的观众支持走红 却觉得中国人的身份 对她来说是一种侮辱 这样的白耳狼 让在场的华裔摄影师都看不下去了 当场怒怼 这位赚着中国钱 却转身砸锅的超模 就是钱凯利 美国发展不顺的她 再次想到中国捞金 这样的做法未免太打脸 钱凯利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呢 到底做了什么惹怒国人的事呢 钱凯利以中国血统为耻 为何又想回来捞金呢 本期解人物带您了解一下 这位奇葩超模钱凯利 同意她回国发展的请扣一 不同意的请扣二 欢迎在弹幕留言互动 抓好扶手 本期的解人物即将发车 提到超模这个词 第一时间会想到那些身材高挑 穿着华服走在秀场上 一张张的高级冷艳脸 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前几年就有一档真人秀节目 汇集了众多超模 让观众大饱眼福 其中一个混血超模 身高180厘米 凭借自己既有东方美 又有西方立体五官的优势 迅速脱颖而出 节目组中的人也因为她的中科血统 对她有诸多照顾 很看好她的未来 觉得钱凯利是冉冉升起的超模新星 但她却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轻松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一次摄影工作中 超模需要配合运动员的托举 摆出各种动作 华裔摄影师蔡宇 出于对钱凯利的保护 好心提醒一句 钱凯利是亚洲人 身体比较柔弱一些 尽量保护好她 没想到这句关心的话 却触怒了钱凯利 等拍摄完成之后 钱凯利直接搂住摄影师的脖子 语气严肃地用英语说 我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 所以别叫我中国女孩了 钱凯利这样的说法 让同样拥有中国血统的摄影师蔡宇 表示愤怒 但她也没有多说什么 但在后面的点评环节中 钱凯利却抱怨 虽然说节目录制是在美国洛杉矶 但房子里都是中国的工作人员 吃的也是中国的盒饭 这让她觉得很不满 脸上的表情也带着不屑 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 还用着中国名字 却对自己的中国血统不能接受 这让好脾气的蔡宇当场发飙 在众人面前怒怼 香蕉人钱凯利 大声质问钱凯利 你是谁呀 为了能够让在场的人都听懂 特地用英语 将钱凯利在拍摄现场那段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女孩的言论 说了出来 让钱凯利当场就下不来台 一脸震惊后 刚想反驳 就被三观很正的蔡宇当场教育 明确地告诉她 我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长大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血缘 时刻铭记 我是一个中国人 并对此感到骄傲 但是你怎么可以忘了呢 当时的钱凯利 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依旧自我感觉良好的强调 我只有50%的中国血统 还有50%的法国血统 钱凯利依旧在努力否认 自己是中国人的事情 蔡宇义正言辞地告诉她 在美国 东方人可能会被嘲笑 但是我们从不去否认自己的血统和文化 结结实实地给钱凯利上了一课 有蔡宇的强有力的质问 钱凯利给自己找了借口 也明显站不住脚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国内网友对钱凯利的表现非常不满 甚至还有人大骂 香蕉人滚出中国去 这让在美国当模特 一直寂寂无名 好不容易在中国有人追捧的钱凯利慌了 这时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本来参加了真人秀 是凭借她的中国血统 受到特殊照顾 还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如今因为自己说错一句话 之前的努力都要复之东南了 钱凯利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为了能够挽回中国观众的心 钱凯利使尽了手段 努力解释自己是因为亚洲血统 从小在美国备受欺凌 所以对于提及自己的中国血统 让她下意识的反感 想要反驳 对于这个解释 有一部分网友对她表示理解 不过大部分中国网友表示不买账 觉得钱凯利并不是真正意识到自己错了 而是为了保住如今的地位 才被迫拿出这样蹩脚的理由 想要强力挽回 事实上 说钱凯利是重阳媚外 确实有些委屈她了 作为中法混血的钱凯利 原本是中国国籍 但在参加节目之后 早就因为她的要求改成了美国国籍 钱凯利从母亲身上继承的中国血统不假 但却跟中国毫无关系 早就依旧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国人了 是美国人也没关系 最让国人难以接受的就是 钱凯利在每次提到她是中国人时的表现 明明是靠着上中国节目走红的 却始终觉得叫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 看到自己的解释不被大众接受 钱凯利却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想要通过卖惨的方式博同情 继续在中国捞浅 钱凯利在镜头前哭诉 一直用中文说抱歉 却依旧避重就轻地说她自己被歧视 被欺负的故事 后来她发现卖惨也无济于事 最后只能因为国内网友的强烈抵制 只能灰溜溜地宣布退出节目 然后转战到她热爱的美国发展 不过一直掀不起什么水花 有网友拿钱凯利是美国人身份做文章 还在努力为她洗白 觉得她是因为亚裔的身份受到了很多欺负 才会有如此敏感的反应 中国网友这么对她 钱凯利实在是太委屈了 实际上钱凯利有这样的下场完全是自作自受 在摄影棚她对蔡宇说那样重的话 蔡宇只是笑笑没说话 要不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人的身份各种鄙夷 一直照顾她的菜语也不会当众发作 节目中的导师们都很看好钱凯利 一位非洲的导师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开导她 分享自己进入超魔界时 也因为自己的非洲长相感到困扰 但她从没忘记自己的非洲血统 钱凯利却置若网闻 依旧我行我素地推崇自己的美国身份 将自己有中国人的血统当成是一种耻辱 才会犯了咒怒 她离开了中国后 回到美国又成了那个没人重视的小透明 一个人连自己的血统都极力否认 怎么可能得到好的发展呢 钱凯利知道自己在美国发展无望 于是又将希望放到了中国 可能觉得时间久了 中国人就会忘记她曾经过去的事情 还能到中国来捞金 但她却低估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对于这种在中国赚钱还否定自己老祖宗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忘记呢 2018年 钱凯利开始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屡次发表热爱中国的言论 希望能够再次博得好感 顺势回到中国来发展 事与愿违 钱凯利的多次嗜好 在看透她本质的网友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直接在评论区中回怼 让她别再惺惺作态了 钱凯利还是不甘心 2019年又发布了热爱中国的言论 网友依旧拒绝她的嗜好 直到2021年春节期间 钱凯利还坚持不懈地试探中国网友的反应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自古以来 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骨气 既然你不屑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那么中国也不欢迎你来 一个连自己血统都能否认的白耳狼 也担不起中国人的喜欢 你同意钱凯利回国发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本期的解人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期待下期再会 如果您喜欢解人物 长按小红星两秒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